最近有消息说马云回来了 马云是民营企业家的领袖 他的一言一行对整个民营企业 对中国经济都似乎有影响 我就想起来他在2020年10月23号 上海外滩一次金融峰会上 他的公开讲话 在我的印象中 他在2020年那一次讲话之后 他公开再没讲过话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现在网络上放的一些他的讲话 都是早期的 最新的公开讲话一次都没有 马云在上海外滩的讲话 实际上是很有含金量的 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讲话真的不错 因此我要今天把他这个打出来了 又认认真真的又看了两遍 我依然还是坚持我原先那个观念 马云这一份讲话是很有含金量的 但是这一次讲话之后 他就意识到了 沉默是金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马云的一个轻松话题 八卦一下马云吧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些偶像 尤其是你看了影视剧之后 你会欣赏或者崇拜 或者特别喜欢某一个演员 那么马云在1983年高考的那一段时间 他的情绪一直不太好 因为父母亲周围人都不建议他再次高考 他高考考了三次才考上了 但是在1983年 咱们国家就公开放映了这个日本的电视剧 排球女将 排球女将一播放吸引了很多人观看 马云也不例外 里头那个小鹿存子 代表着一种精神 代表着一种永不服输的力量 人也长得漂亮 所以精神和外貌合为一体 在马云的心理身处就成了他的一个梦中情人 马云一直就没忘记掉这个小鹿存子 一直到他阿里巴巴在漂亮国上市之后 他身价上了几百亿 他就想起来应该去追求一下他心中的梦想了 所以有钱多是好事情啊 钱多不仅能解决你的衣食住行 解决你的看病难问题 还能解决一些你内心深处的梦想 你像马云 他内心深处特别崇拜的这个影星 在他财富达到自由之后 他就可以去实现了 他先后去日本六次 就寻找这个女远言 但是一直就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呢 因为当初我们这边翻译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日本名字也翻译成中国名字了 并且这个排球女将在日本不叫排球女将 叫青春的火焰 日本人当时也搞不清楚 你你这边翻译和他那边对不上 并且这个青春的火焰这部电视剧 在日本也没火起来 因为一些原因 他是在深夜播放的 不是在黄金时段 而且后来又因为一些原因怎么给进播了 所以马云问了很多人都找不到 这个演员到底在哪里 马云就很遗憾 有一次他在即将离开日本的前一天 跟日本的一些友人在饭桌上聊天 又说起这个事 人家一看你马云都这么有钱了 是个大商人了 有些人就很卖力的去找 就找到了这个排球女将的导演 通过这个导演找到了这个女演员 这个宁原的名字叫荒木游梅子 说来也是好像有点这个宿命啊 他就拍了这一部电视剧 再没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叫的好的作品 并且很快就退出了影视圈 生活过得也是很凄凉很不幸 他嫁给了一个日本人之后 五天他的婆婆就犯病了 就不能自理了 而且到后来的时间是变成一个老年痴呆 那你想想你伺候这样一个病人是很难伺候的 他不仅仅是让你累 他精神上还折磨你 他整整伺候了他婆婆二十年 一直到婆婆去世 无怨无悔任劳任怨 并且他在伺候他婆婆的时候 他自己也得了重病 差一点点就成为那个很严重的病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做好事多积德 你必有好报 那么他最后辛苦几十年 所获得的一个巨大的回报 就是马云这个粉丝 对他的崇拜来主动找他 马云见到他之后 那真是高兴的不得了 他也没想到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大富豪 马云是他的铁杆粉丝 马云呢 我估计给他有财富的资助 又把他迎到中国来 参观阿里巴巴总部 又把他引荐给朱军 在央视做了一次 艺术人生的节目 他非常激动 在节目会上 很多粉丝向他叙说 当年看排球女将的感受 他在现场呢 就不断的流眼泪 看来人生还是有因果的 马云后来又资助他 在中国出版了他的一本自传 叫做护理的觉悟 我可以做护理的觉悟 我可以做护理的觉悟 我可以做护理的觉悟